胖胖壶 嗨 朋友们 大家好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今天来医院看病的会是谁呢 这些小朋友怎么了 他们今天去野餐了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朋友们 请跟我到医院里来吧 第一个病人 请跟我进来吧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手掌不舒服 一直刺痛 噢 好痛 你的手整被玻璃扎上了 真的 真的 好疼啊 噢 不 看你的样子一定很疼 我们会很快治好你的 第一步 把伤口清洗干净 然后 仔细观察伤口 玻璃碎片很深 嗯 我们赶紧用钳子把它拔出来 噢 医生 我好害怕 如果不拔出来 它会一直疼 坚持住 拔出来之后就不会疼了 碰巧合 合作图 玻璃碎片清除完成 啊 现在 让我们在伤口上涂点药 嘿嘿嘿 啊 呃 哦 哦 最后 贴上窗可贴 这样伤口就不会感染 朋友们 你想选择哪个窗壳贴 猩猩窗壳贴 这个很不错 哇 你们看 我的手上有五颜六色的心呢 手掌治好了 玻璃片 嘟嘟嘟嘟嘟 拔出来嘟嘟嘟嘟嘟 塗上药 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成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下次我们一起玩沙子吧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耳朵不舒服 里面很疼 有只蚂蚁钻进了你的耳朵 真的真的真的好疼啊 我需要先看一下你的耳朵 威廉 威廉 可以帮助我一下吗 第一步 把耳朵擦干净 很棒 清理干净了 我的耳朵 威廉宝 抓到你了 现在让我们用消毒棉棒擦一下蚂蚁的痕迹 全都擦干净了 耳朵现在干净了 小蚂蚁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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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像殴吐 你可能吃了 编织的食物 我的肚子 咕咕咕咕嚼 哦不 食物在炎热的天气里很容易编织 导致了你肚子疼 让我来看看 让我们用听诊器检查一下病人的情况 我需要找到我的听诊器 是第二个吗 那是一只猴子 不是我的听诊器 对不起 我会尽快拿到听诊器 你的心跳很快 砰砰砰砰砰砰 你的肚子一定很疼 我们需要用药物治疗 朋友们 你能用力地摇晃把药水摇匀吗 药水 准备好了 我不喜欢这种酷色的味道 我不想要 我该怎么安抚一下它呢 让我们选择一些东西来安抚它吧 糖果怎么样 如果你吃了药 如果你吃了药 肚子就不会疼了 也可以吃这个糖果了 现在 啊 让我们看看肚子里发生了什么 朋友们 我们一起对抗细菌 啊 哈哈 哼哼 我们打败了细菌 肚子疼 嘟 tú咚嘟嘟嘟て 喝尤睁嘟吕嘟 打败细菌嘟嘟嘟呃 治疗完成 糖果真好吃呀 你很勇敢哦 小朋友 天日时要注意食物是否有变质哦 我们很高兴能帮助大家 接下来你们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 好的 谢谢你们的帮助 也谢谢你们的帮助朋友们 下次我们再一起治疗生病的朋友们吧 拜拜 嗨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哦 吓了我一大跳 看来有很多动物摔断了骨头 我们得快些给它们治疗 第一位病人 长颈鹿 请跟我来 哪里不舒服 房间告诉我 恶朋友打架 脖子受伤了 你的脖子伤得不起呢 脖子抬不起来 哎哟哎哟哎哟 别勉强动 我这就给你看病 朋友们 准备好跟我一起给病人看病了吗 你似乎伤到了骨头 我们得拍张X光片 好的 我会数到三 一 二 三 不妙 长颈鹿脖子上的骨头都断了 我们得把骨头重新接上 看好颜色和大小 小心地把骨头接上吧 耶 干得漂亮 嗯 选错了 哦 我的脖子 哦 真是抱歉 不好意思 不会再错了 先装最大的这块 好了 最后一块了 哦 脖子上的骨头接好了 大家干得漂亮 接下来 要用绷带固定长颈鹿的脖子 用哪个花纹的绷带呢 嗯 这个 彩虹绷带 哦 治疗结束 好漂亮的彩虹 长颈鹿你太酷了 哦 长颈鹿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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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脖子 嘟嘟嘟嘟嘟嘟 骨头老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毕 我很喜欢这个彩虹绷带 谢谢 嗯 你喜欢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飞不起来 翅膀好疼呀 哦 我的翅膀 翅膀固折了 这可不行呀 翅膀抖抖 真的好疼呀 医生 我该不会再也不能飞了吧 呵呵呵呵呵呵 不会的 我们会治好你的 先拍一张X光片 看一下骨头的情况吧 一 二 三 不妙 翅膀上的骨头都断掉了 我们要马上给你做手术 做了手术我就能再飞起来了吗 当然 我会治疗你的骨头 手术前我会用麻醉剂 放心 只是睡一下 这样你就感觉不到疼了 首先 我们得把翅膀上的羽毛剔干净 让骨头露出来 好了 朋友们 我们得找到老鹰正确的骨头 这个 装不进去 是 是小一些的吧 嗯 这个实在是太小了 哇 这是一条蛇 哇 终于找到了 接下来 我们要把伤口缝起来了 要从上到下 把相同的数字连接在一起 伤口治疗结束了 最后 我们在伤口上放一些羽毛来保护伤口吧 完美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完美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一只鹰 嘟嘟嘟嘟嘟嘟能飞了 嘟嘟嘟嘟嘟嘟 正开心 嘟嘟嘟嘟嘟嘟嘟手术结束 我又能飞了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真替你开心 祝你以后都健健康康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追捕猎物时 撞上了石头 你的腿骨可能断掉了 哎呦哎呦 我的腿好疼啊 一只霸王龙追捕猎物时 居然撞到了自己 实在太刁人了 别这么想 意外总会发生的 我来帮你治疗 我们先拍照X光片吧 准备 要拍了 果然 你的腿骨断掉了 我们得把断掉的骨头 重新接起来 一定很疼吧 再坚持一会儿 接好了 我们得把你的腿用绷带包扎好 再固定起来 这样才能快快恢复 一圈再一圈 包扎好伤口 好了 最后 我会再给你准备一个拐杖 你想要什么颜色的拐杖 蓝色 给我蓝色拐杖吧 跟我身上的花纹一样的蓝色 果然蓝色最衬我了 谢谢 谢谢 你是最好的医生 谢谢你 太好了 大家的治疗都很顺利呢 祝你们一路顺风啦 谢谢鲨鱼医生 朋友们 真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治疗病人 那咱们下次见咯 拜拜 嗨 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你可以来鲨鱼宝宝医院 我们会帮助你快速好起来 请帮帮我们 哦 是警察 消防员 核机械师 他们看起来真的很难受 让我们赶紧治疗他们 请这边来 第一位病人 警察先生 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抓小偷的时候 额头受伤 站住 别跑 额头上有一条深深的伤口 哎哟 哎哟 真的 真的很痛 那个捣乱的小偷 我差点抓住他 请快点治好我 哦 不 这个小偷太过分了 别担心 我来看一下你的伤口 伤口里有很多细菌 让我们先用消毒喷雾消灭细菌 这可能会有点刺痛 哦 完成 接下来要吐一些药膏来帮助伤口愈合 朋友 让我们在伤口上挤一些药膏 太棒了 伤口已经愈合了 最后贴上窗壳贴 你想要哪种窗壳贴 哦 我要警车图案的 地堵地堵 警车开过来了 太酷了 额头上 嘟嘟嘟嘟嘟嘟 有伤口 嘟嘟嘟嘟嘟 处理好 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成 灯怎么不亮了 发生了什么 我的听诊器和医药箱不见了 这个小偷竟然敢在警察面前偷东西 给我站住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找到小偷的藏身之处 在那边 我抓住你了 你怎么可以偷医生看病用的东西 这个给你 我找到了你的听诊器和医药箱 非常感谢 警察先生 你是最棒的 下一位病人请进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在灭火时 腿被烧伤 你的腿被烧伤 很危险 真的好疼 请帮帮我 让我们在消防员烧伤恶化之前 赶紧治好 哦不 皮肤烧伤变得红肿了 让我们用冷水来舒缓皮肤 皮肤的红肿稍微好一些了 让我们在水泡上涂药膏 真的好疼啊 我会尽量轻轻地涂 这样就不会很疼了 拜托你了 哇 你做得真的很棒 最后 我给你包扎一下 你想要哪种绷带 我想要这个水泥图案 水可以灭火 哇 完成了 嘿嘿 嘿嘿 退手上 嘟嘟嘟嘟嘟嘟 冷水中 嘟嘟嘟嘟嘟嘟 涂药膏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成 真的太谢谢你了 发生什么了 是地震 快躲到桌子下面去 保护好你的头 大家还好吗 安全了 可以出来了 感谢你帮助了我们 非常感谢 如果发生地震 可以躲到桌子下面 我们会记住的 嘿嘿嘿 嘿嘿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修车是锤子砸的手臂 看起来你的手臂受伤了 我的手臂很痛 请帮帮我 我应该把锤子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想你可能是骨折了 我需要检查一下 让我们拍张X光片 检查一下骨头的状况 我们准备开始了 是的 你的手臂骨折了 让我们把骨头接起来 坚持住 坚持住 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骨头固定住 第一步 先戴上甲板 防止手臂移动 然后让我们缠上绷带 全部完成 你需要使用吊带 直到你完全康复 你想要哪种图案 滴滴滴 我想要一个汽车图案 非常感谢 哈哈哈哈 骨折拉 嘟嘟嘟嘟嘟嘟嘟 结骨头 嘟嘟嘟嘟嘟嘟 代加班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成 救护车图案 救护车的紧笛听起来很奇怪 它坏了吗 交给我吧 我可以修理好 让我来看一下 哈哈 修好了 哇 如果救护车坏了 那可是一个大问题 谢谢你把它修好了 我很高兴你们恢复了健康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朋友 今天也谢谢你的帮助 希望每个人都能注意安全 健健康康 好的 下次再见 拜拜 嗨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好疼啊 哦不 这是什么 竟然是吸管和我 这些天我接待了很多被海洋垃圾伤到的病人 我们快给他们看病吧 大家快请进医院 第一位病人 第一位病人 乌龟 请跟我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这根吸管突然飞过来 这根吸管 进到你鼻子 我不能呼吸 鼻子好疼啊 哇 真的好疼啊 别担心 我马上帮你把吸管取出来 朋友们 一根被扔进海里的吸管堵住了海龟的鼻子 我们得快些帮海龟把吸管取出来 不要乱动哦 我们得用镊子把吸管取出来 可能会有些疼的 要开始咯 一 二 三 还贵病人 你可真勇敢 现在我要处理一下你鼻子里面的伤口 为了能够看清楚鼻子深处 我们需要一闪一闪亮亮的灯 威廉护士 准备好了吗 开始喷鼻子了 哦 哦 细菌们的笑声好可怕 我猜这些细菌来自那脏脏的吸管 在灯光照射下 我们快点找出它们 找到了一个 对准它喷一下消毒剂 又看到一个 这有一个超级大的细菌 哇 它好难被杀掉啊 我们得用力多按几次 消失消失 哇 全部细菌都消灭了 最后 我给你涂一下药膏 这样就不会流疤了 药膏要涂在伤口上 我会小心慢慢涂 好啊 涂得很不错 我又可以自由呼吸了 谢谢你们 希望人们不要再往海里扔垃圾 真是太不好了 海洋垃圾危害很大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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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被钓鱼勾伤得好疼啊 嗯 嗯 啊 啊 啊 你的鱼气被伤到了 鱼气动不了真的好疼啊 我的鱼气明明那么美丽 哦 别别 千万别乱动 我马上给你治疗 嗯 嗯 金碧人 我会用钳子无痛的把鱼钩拔出来 小心点 小心点 慢慢的 耶 成功了 鱼钩出来了 嗯 好大的伤口啊 我必须把这伤口缝合 这会有一点疼 啊 疼啊 哦 你真的很勇敢 我用绷带 我用绷带给你包扎一下 你想要选哪一个绷带呢 一闪一闪 我选择星星绷带 哇哦 真是太酷了 嘿嘿嘿嘿嘿嘿 小鱼钩 嘟嘟嘟嘟嘟嘟 弄走了 嘟嘟嘟嘟嘟嘟 小鲸鱼 嘟嘟嘟嘟嘟嘟 真开心啦 太感谢大家了 太好了 幸好鱼钩被取了出来 哦 朋友们 我们千万不能把鱼钩 这种尖尖的东西丢进大海 会伤到动物朋友们的 嗯 是啊是啊 真的会很疼 守护海洋安全和清洁 我们都不要丢弃海洋垃圾 绝对不丢 嘿嘿嘿嘿嘿嘿 哈哈 下一位病人 海豹 快请进来 嗯 嗯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王子望住我 快不能呼吸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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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不能呼吸 太痛苦了 医生救救我 啊 哇 啊 这 这是急诊病人 快点行动 紧急紧急 我们快要剪刀剪断网 让海豹可以快些呼吸 好 剪断了 海豹病人 快醒醒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啊 大事不妙 海豹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护士 护士 快准备除颤器 除颤器开始工作时 我们要用力的按压心脏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 后退 各位 电机 再来一次 电机 哦 哦 哦 海豹病人终于醒了 真的太好了 现在 我们得给被网弄出的伤口上涂些药膏 可能会有一些痛 均匀均匀 都要涂上 你真的很勇敢 海豹病 嘟嘟嘟嘟嘟嘟 网产猪 嘟嘟嘟嘟嘟 救火了 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毕 呦 我差点没了命 谢谢你们救了我 这王差点要了你的命 你能够脱险 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 各位 大家都康复了 真是太好了 谢谢医生和护士 今天我们的病人都是被海洋垃圾给弄伤的 我们要记住 不要洗手 不要往大海里扔垃圾 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朋友 好吗 我们能做到 嗨 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今天我们也一起给病人治病吧 噢 生病的动物们来了 哎呀 今天的病人 都是眼睛不舒服的病人 我们得快点给他们看病 大家 快跟我们进医院看病吧 第一位病人 猫头鹰 快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的眼睛完全看不清 你的眼睛好像紧实了 我模糊糊糊 紧实看不清 哎呀 不快些治好的话 你走路都会乱撞 朋友们 我们来帮猫头鹰看清楚吧 先来看看眼睛近视的程度 来 遮住 来 遮住一只眼 看这里 看这个 这是什么形状 看这个 这是什么形状 这是个方形 这个呢 什么形状 呃 呃 是圆形 呃 是圆形 那 这个是什么形状 我知道 是一架飞机 呃 全都不对 我了解你的眼睛有多糟糕了 在视力越来越下降之前 我想 你最好还是戴上眼镜 来选一副眼镜吧 选哪一副好呢 第二副怎么样 衣裳 周围怎么全都变黑了 我什么都看不到 哦 这不是近视眼镜 这是太阳镜 马上就换换近视眼镜 我们给猫头鹰选哪副近视眼镜好呢 哦 朋友们 你们喜欢方形的眼镜 对吗 哇 看得很清楚 你很适合戴方形的眼镜 提星政府 马泡眼 嘟嘟嘟嘟 开清楚 嘟嘟嘟嘟嘟 直接开心 嘟嘟嘟嘟 治疗结束 哦 哇 能清楚地看到大家的脸 嘿嘿 谢谢大家给我选了一副这么棒的眼镜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的眼睛好红好红呀 好疼啊 你的眼睛被感染了 刺痛的感觉真的好疼 你不用担心 我们会治好你的眼睛的 我要先仔细地检查一下你的眼睛 啊 是脑 这里也有脑 哦 你的眼睛里有很多很多脑 我必须把脑全部清理掉 这样眼睛才能好 哦 哦 哦 脑筋里完毕 感染这么厉害 你一定疼坏了吧 你很勇敢 哦不 西吉姆要伤害你的眼睛 我们需要给眼睛滴一些眼药 哇 滴了眼药之后细菌不见了 最后 我们在眼睛里吐一些眼药膏 哇 这下真的清除完了 哇 这下真的清除完了 以后要小心 别让细菌进到眼睛里 好 好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眼睛中了 你的眼睛里敬了东西了 你的眼睛肿是因为你用脏手揉了眼睛 朋友们,我们快给外星人治疗眼睛吧 首先,我们再给浮肿的眼睛消肿 我们需要一条毛巾进行热敷 但是,选择哪条毛巾呢? 第一条,还是第二条? 好吧,我们就选第一条 哦,这是毛巾蛋糕卷,不是毛巾 抱歉,我马上给你热热的毛巾 热热,哔哔哔 太好了,已经没有那么肿了 我们得涂上一些眼药膏,这样会好得更快 太好了,眼睛好多了 最后,我们得开些药给外星人吃 朋友们,大家帮我一起配绿色药水吧 把黄色和蓝色的药水混合在一起 就是绿色药水 绿色药水配好了 哦,你是在担心药太苦吗? 药一定要吃的,这样你的眼睛才会好 拿住药瓶,一口气喝下去就好了 瞧,你已经好多了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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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外星人 咚咚咚咚咚咚骨头拉 咚咚咚咚咚咚咚,真开心 咚咚咚咚咚咚,治疗完毕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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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今天的治疗也很成功,大家都好了 医生,护士,还影响朋友们,谢谢大家 朋友们,我们下次再一起给病人看病吧 拜拜 嗨,朋友们,如果你生病了,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救护起水艇,送来了病人 医生,请帮我们治疗 朋友们,我们快给大家看病吧 第一位病人,鲨鱼奶奶,请跟我来 那里不舒服,放心告诉我 贝壳面包吃多了,肚子长 哎呦,我的肚子 面包吃太多,吃到肚子痛 哎呦,哎呦,痛死我了 别担心,治疗之后就不会痛了 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给鲨鱼奶奶看病吧 哎呦,我的肚子 请坐好,鲨鱼奶奶 我们马上就开始给你治疗 先来听一下鲨鱼奶奶的肚子吧 我的听诊器在哪里 找到了 心脏 跳得很健康 哎呀,肚子里竟然发出打雷的声音 这可不行 故事,请准备打针 打针,不要吧 别害怕,一点都不疼的 一下子就能打完 一,二,三 打了个嗝,抱歉 嘿嘿,没关系 最后我会再给你开些药 护士,请准备泡在水里吃的药粉 我们把药粉撕开吧 把药粉倒进水杯里 哇哦,药泡好了 朋友们,记住不能乱吃药 要吃医生开的药 按照医生嘱咐的药量哦 别忘了哦 要喝药啦,鲨鱼奶奶 好苦啊 哦,肚子不那么难受了 啊 我感觉完全好了 谢谢大家 这下总算放心了 嘿嘿嘿,恭喜鲨鱼奶奶 记住,吃东西时要细细的咀嚼 下一位病人,请进 哪里不舒服,放心告诉我 哎哟,疼疼,嗓子不舒服 你被雨刺,看到了嗓子 哎哟,哎哟,不舒服 我医生帮帮我 哦 我们要快把鱼刺取出来 我们要带上照明灯找到鱼刺 再用镊子把它夹出来 准备好咯 鲨鱼爷爷张大嘴说 朋友们 我们快用照明灯找到鱼刺 把它们拔出来吧 找到一根 慢慢拔 拔出来了 又看见一根 一 二 三 这里还有 嘿 鱼刺全都拔出来了 不命 那些鱼刺刺上了喉咙 我们得推下药膏了 轻轻的 慢慢的 铺好了 这聊结束 下雨 咽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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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病人 垂头沙 快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被大石头 装了一下头 漂亮飞壳 你的头上 起了个大包 哎哟 哎哟 疼死我了 我的头 好了 别哭了 朋友们 我们来帮车头沙消肿吧 第一步 要贴上冰带消肿 我来准备冰带吧 哎 有两个颜色不同的冰带 我们选哪一个呢 就选红色的冰带吧 上面有漂亮的花纹 来咯 好烫啊 糟了 这是暖宝宝 真是抱歉 我这就给换成冰带 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有点冷 稍微坚持一下 你头上的包越来越小了 下一步 要涂上一些药膏 我们要把药膏挤在棉签上 多挤一些 可以啦 现在 小心的把药膏都涂上去吧 你可真勇敢 我再给你贴张创可贴 朋友们 我们用什么图案的创可贴呢 星星图案吗 没问题 贴好了 你感觉好些了吗 啊 真的好多了呢 吹疼山 嘟嘟嘟嘟嘟嘟 不疼啦 嘟嘟嘟嘟嘟 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 治疗结束 医生 护士 谢谢你们的无痛治疗 大家回家路上小心 要健健康康的 医生 护士 谢谢你们 朋友们 下次再跟我们一起治疗病人吧 再见 拜拜 嗨 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我们一起给病人看病 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吧 哦 哦 救护茄水艇送来了病人 疼啊 是大型肉食动物 我有一点害怕 但他们也是我的病人 大家 快进来看病吧 第一位病人 狮子 请跟我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和老虎打架 结果受伤了 你的头上有个大伤口 嗷嗷伤口 真的好疼啊 啊 我 我马上就跟你治疗 嗯 朋友们 我们一起给狮子病人治疗伤口 我帅气的脸和鬃毛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别担心 治疗之后就会康复的 我这就帮你清理一下 好了 清理完毕 干干净净了 耶 我的脸还是那么帅 来看一下头上的伤疤 来看一下头上的伤疤 嗯 检查用的放大镜和药膏在哪里 是这些吗 嗯 真好吃 嗯 这不是放大镜 这些是零食 啊 看到了很多细菌 也很有感 涂了药之后好多了 我们得贴上创可贴 防止细菌再次入侵 贴好了 这下就不会那么疼了 大狮子 嘟嘟嘟嘟嘟嘟不疼了 嘟嘟嘟嘟嘟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毕 哦 谢谢你们治好了我的头 我要出去玩喽 不客气不疼了就好 下次不要再跟朋友们打架了 要和其相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钓鱼是弄伤了尾巴 你的尾巴被食人鱼要伤 嘔嘔嘔嘔嘔嘔疼疼 疼死我了 哦 食人鱼还在你尾巴上呢 我马上帮你治疗 第一步 我们得先把可怕的食人鱼拿下来 该怎么拿下来呢 哦 救命 疼死我了 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能处理完 一 二 三 好了 干得漂亮 朋友们 食人鱼处理干净了 我们在伤口上涂一些药 来阻止细菌感染 咦 怎么有两种药呢 那我们该选哪一种呢 好吧 我们就选第二种吧 哎 这是什么东西 这可不是药 糟糕 这不是药膏 这是颜料 真抱歉 我这就给你涂真正的药膏 有一点点疼 伤口很快就会好的 接下来我们得包扎伤口 这样会好得更快 要选什么颜色的绷带呢 好吧 选紫色绷带 哇 朋友们 完美的治疗 雷包很快就会好的 大猎包 嘟嘟嘟嘟嘟嘟 不痛啦 嘟嘟嘟嘟嘟 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毕 我帅气的尾巴复活了 医生 护士 小朋友们 方便 谢谢你们两个喜感呢 你的脚第一半炸了好多瓷 好疼啊 得快点拔出刺 我们马上开始治疗吧 第一步 我们得把刺都拔出来 朋友们要一根根慢慢地 小心地拔 这根刺扎得好深啊 呃 再用点力 朋友们 拔出来了 干得漂亮 啊 好疼啊 刺都拔掉了 大熊真勇敢 别担心 很快就会好的 栽在伤口上涂些药膏 细菌都被杀死了 护士 干得漂亮 涂了药膏后 伤口很快就会痊愈的 最后一步 用绷带包扎一下伤口 这聊结束了 你的伤口很快就会痊愈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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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终于笑了 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哈 大大熊 嘟嘟嘟嘟嘟嘟不疼啦 嘟嘟嘟嘟嘟嘟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毕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各位 祝大家不再生病 健健康康 谢谢医生护士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再跟我一起治疗病人吧 拜拜 嗨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今天来医院看病的 会是谁呢 哦 哦 救护潜水艇送来了病人 哦哦 大家看起来都很不舒服 要快点给他们看病 大家快跟我来 第一位病人 鲨鱼妈妈 请跟我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做饭时被热水烫伤了 烫死了 哦 你的手被热水烫伤了 哎哟哎哟 烫死我了 她的手转得越来越厉害了 护士 请把我的医疗箱拿过来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给鲨鱼妈妈治疗烫伤吧 鲨鱼妈妈 鲨鱼妈妈 你的手一定很疼吧 别担心 马上给你治疗 第一步 要用流动的凉水冲一下烫伤的手 哦 怎么会有两个花伞呢 该选哪一个呀 第一个吗 还是第二个 好吧 我们就选第二个 凉水怎么不出来呢 妈呀 吓死我了 啊 那是一条可怕的蛇 抱歉了 鲨鱼妈妈 我不会再选错了 降温了 瞧 鲨鱼妈妈的手 没有那么肿了 接下来 我们要在水泡上涂一些药膏 哎哟 哎哟 哦 会有一点点疼 加油 再坚持一下 哇 瞧 水泡变小啦 最后 我们要包扎伤口 这样会好得更快 朋友们 大家喜欢哪个颜色 橙色吗 没问题 好啦 鲨鱼妈妈 你可真勇敢 这样就不会再疼了 鲨鱼妈妈 嘟嘟嘟嘟嘟嘟 不疼了 嘟嘟嘟嘟嘟 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 治疗结束 医生 护士 还有小朋友们 谢谢大家 祝你的手快些康复 下次要小心热水呀 千万不要再被烫到了 第二位病人 胖胖胡 快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踩到玩具 摔了一大脚 你摔到时 擦上了膝盖 疼疼 好疼呀 医生帮帮我 朋友们 我们快给泡沫胡治疗一下 这样它就不会那么疼啦 先做好 泡沫胡 我马上就帮你治疗 朋友们 我们先清理伤口边上的细菌吧 好疼啊 擦干净啦 哇 大家干得漂亮 再涂一些药膏上去 哇 伤口好了好多呢 最后 在伤口上贴一个漂亮的创可贴 泡沫胡 你喜欢哪一个创可贴呀 哦 我想要那个恐龙创可贴 哇 治疗结束 泡沫胡 泡沫胡 嘟嘟嘟嘟嘟嘟嘟不疼啦 嘟嘟嘟嘟嘟嘟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嘟治疗结束 谢谢大家 一点也不疼了 泡沫胡没事了 真是太好了 第三位病人 鲨鱼爸爸 快请进来 哪里 哪里不舒服 放心 放心 告诉我 我 咳嗽了 鼻涕流 一大堆 好冷啊 你感冒了 还是中感冒 冷啊冷啊 抖抖 这 朋友们 我们快给鲨鱼爸爸治疗 帮他恢复健康吧 我们先用温度计量一下他的体温 不好 你在发高烧 我们得快点给鲨鱼爸爸降温 这一大坨鼻涕 得想想办法 是鼻涕细菌怪物 我们得快点消灭这些鼻涕细菌怪物 哇 鼻涕细菌怪物都被吸走了 护士 你真能干 鲨鱼爸爸你怎么了 朋友们 我们得治疗鲨鱼爸爸的嗓子 你看 嗓子里有很多坏细菌 我们需要喷一些药 把坏细菌都杀掉 耶 坏细菌都被消灭了 最后 你还需要打一针 护士 请准备打针 等等一下 我觉得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别害怕嘛 鲨鱼爸爸 我们的威力护士打针一点也不疼的 就像小蚂蚁夹一下那么轻 轻轻的 好了 打完了 哦 真的一点也不疼呢 哈哈哈 哈哈哈 鲨鱼巴巴 嘟嘟嘟嘟嘟嘟 没事了 嘟嘟嘟嘟嘟 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结束 不难受了 感冒已经完全好了 哈哈哈 大家都没事了 真是太好了 谢谢医生和护士 哈哈哈 朋友们 今天谢谢大家跟我一起给大家看病 别忘了下次再跟我一起治疗病人 拜拜 哈哈哈 大家喜欢碰碰壶视频吗 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 去订阅 胖胖壶